主席、各位委員,我要請部長 議員好 你好,普通我們提案大概都是針對你們的一些支出的意見 那其中我特別挑幾個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實施這個義府社會勞動 也就是說義府社會勞動的這個計畫 你們總共要支出新的這個業務大概要支出一億六千多萬 一億六千多萬 那這個理論上就是說你新的這個制度 是要減少監所的這個壓力 減少監所的支出 減少監所的人數 結果我們發覺到你不只這個增加了義府勞動益的一億多 但是你在監所方面的 所謂收容 這些受刑人 也相對 增加了一千九百三十個人 那你到底這個怎麼回事啊 我們要實施這個社會勞動 是要減少監所的壓力 結果這邊是增加了 新的制度上來了 但是你的監所不只沒有減少 還反增加了 比去年的預算數 還反增加了一千九百三十個人的 受刑人的收容計劃的預算 你這個 好 委員讓我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義府社會勞動 那這個到九月底 我們已經有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參與 但是呢 為了管理這些義府社會勞動 這個我知道嘛 你一定會有成本支出嘛 對 對 增加支出 但是相對這邊應該降下來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九十八年的預算 預估的監所的人數是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六人 那麼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監所的人數 已經實施了社會勞動一個半月 你只要告訴我嘛 為什麼實施 所謂清罪 不把他關起來 讓他社會勞動 為什麼還增加 要關的人還增加一千九百三十個人 那是因為我們 這個年度低估了 就是去年在編預算的時候低估了 低估了 我們去年在編這個九十八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因為我們收容人的計算數量是五萬九千五百八十六 可是實際上 我現在監所的人數 有六萬三千六百多人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你們會低估 你們是哪裡出垂云 因為之前有減刑條例 減刑條例曾經降到五萬一千人 可是之後呢 又慢慢的一直爬升 爬升到 今年度到最高 曾經到六萬五千多人 你能不能告訴我 這些超乎你們預估的這些受刑人都犯了什麼罪 你有沒有統計過分析過 這個受刑人的人數 這個大概四成是毒品犯 毒品犯然後呢有詐欺的 竊盜的這個都是比較大眾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我們這個新的制度上來就是希望能夠減少 現在已經減少一千五百人 因為是今年九月一號才開始實施 增加了一千九百三十個人 你的新的預算 是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問題是在九十七年報預算的時候低估了 跟我們報告 我們現在算的是六萬一千兩百十九人 那你當初計算是五萬多人 五萬九千五萬八十六 那現在是六萬多少 六萬一千兩百一十九人 我們現在 增加數是多少 增加數就是剛剛委員說的數字 增加多少 現在啦 我說要問的是現在你的這個 跟你的預算 預估的這個數字增加 增加一千六百三十三人 所以你今年就再增加一千九百三十人 不只這個 還有因為我們調整的一個給養會 像成年的話 從一千七調整到兩千 你準備想要再關什麼 我們日圍也只有一百個而已 對不對 我們不希望關人 不希望關人 我們實施這種社會勞動意 就是希望你們少關人 有根本報告 目前已經減少一千五百人了 目前已經減少一千五百人了 九月一號實施之後 所以你這個九十九年度這個 增加的這個數字 我覺得這個要同比例的這個預算要刪掉了 刪掉的話 那個在監所的人會餓肚子 會餓肚子 真的不夠 沒有啦 不是這樣啦 你現在 你這個是收容人數的問題啊 我們單位是沒有減的 就按照你們新的標準 每一個人 喔 的給養 的這個經費是沒有變的啊 人數上我們要刪減啊 根本報告 從一千七增加兩百 我九十八年我預估錯誤 然後我九十九年就 崩解就 多拉了兩千人出來 根本報告 你準備要關什麼 你不就告訴我清楚 我們一點都不想關人 人越少越好 這是我家的福氣 這個裡面還有給養肺 成年年一個人增加三百塊 另外有一個問題啦 我不希望再第二次發言 另外有一個問題 是 就是你們現在 那個啊 第一預備金 膨脹的速度 驚死人 驚死人 平均 我知道 我知道 你這個 是 我跟委員報告 你第一預備金 你第一預備金 而且這個是不受科目 留用的限制 這第一預備金啊 你增加的比例 增加的比例 平均啊 平均啊 九十九 比九十八年度啊 增加了 平均增加了二 兩點零五倍 兩點零五倍 那麼你法務部本身啊 就增加二點五六倍 高達五千九百萬 高達五千九百萬 你 這個九十八年度啊 只有兩千三百萬 那麼九十九年度 你編了八千兩百萬 八千兩百萬 這是不受科目留用 也就是說啊 你發覺到啊 這個可能有這邊的需要 這邊的需要 是可以讓你自由運用的喔 齁 你只要報 行政機關同意 這個這個 你的上級機關同意 就好了喔 所以我合理懷疑啊 不定啊 是 你這個早就要準備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幕僚很熱心 真的非常的謝謝 你跟委員報告 我跟你講啊 你這個讓我合理懷疑啊 你拿這筆錢 到底是要幹什麼 好 跟委員報告啊 好 因為呢 這個 所有行政機關的 國家賠償金 是編在法務部 然後呢 檢舉慧選的獎金 檢舉貪污的獎金 什麼時候會發生都不一定 所以呢 這個 你增加是 主要增加什麼 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 檢舉慧選 檢舉貪污 檢舉貪污 這些獎金 國家賠償是要經過法院判決的啦 對 那這個部分 不可能說 突然之間啊 98跟99啊 差距很大啦 不可能啦 不是 跟委員報告啊 除非你對 98年度 馬英九的施政沒有信心啊 裡面很多涉及到 可能為國家賠償的問題啊 否則你為什麼要說一下這個 因為跟委員報告 完全違背了預算 的這個精神嘛 跟委員報告啊 行政院也不希望我們再去申請動二 我們今年申請動二 到目前已經申請了六億三 這個是一個預算編列原則問題啊 沒有 沒有問題 跟委員報告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申請動二 另外 另外 部長 另外 你那個檢舉貪污獎金啊 這個是怎麼花 檢舉貪污的獎金 你不要推給人家 這是你法國不編的啊 這個獎金運算編在哪 你這檢舉貪污的獎金 這我也第一次聽到呢 檢舉貪污還有獎金 檢舉貪污還有獎金 檢舉會選是因為我們要全民 來這個防止會選嘛 你檢舉貪污還有獎金 有 怎麼花呢 你告訴我怎麼花 如果我檢舉總長貪污 那成立的話 我可以得到多少獎金 我們現在 我請王政控司司長 趕快幫我查 我們現在馬上說明 趕快幫我查 司長 依據鼓勵貪污 檢舉獎金辦法的規定 這個辦法什麼時候定的 很早就有了 這個在87年 87年的時候少會行動 那時候就有 奇怪啦 這個這個這個 我怎麼不記得 什麼時候定的 啊獎金怎麼花 你總要告訴我吧 什麼時候定的獎金怎麼花 然後你又突然之間 99年度增加了5000多萬 放大陸 你部長 會落在那裡 然後 公文報告沒有在我的口袋 沒有 你們便利預算 應該要很快的 把那個 在哪一個科目裡面 很快能夠拿出來才對 對啊 趕快告訴我 主席已經很急了 到90年8月值 總共 花了49案 你們怎麼花啦 就是說我檢舉總長貪污 如果成立的話 我可以拿到獎金 我檢舉 會選的話 我有兩百萬也七百萬 這個都很清楚 那檢舉貪污到底是什麼 跟公文報告 我們 明年跟今年的這個 預算是一樣的 蛤 所以這個部分沒有增加 多少錢 沒有增加 是一樣的 多少錢 你不要騙我 你一億倍金 根本沒有科目 全年度 全年度的第一億倍金多少 講清楚就好了 第一億倍金怎麼會有科目呢 對不對 有科目啊 沒有啦 他的科目就是第一億倍金 對啊 就是第一億倍金 怎麼說我的貪入獎金 跟去年編理一樣 你都騙我 你今年是多少嗎 三百二十萬 你 增加還是減少啊 不是 你 獎金編多少 你們 你們 你們華務部啊 這種預算也要叫我們審 你們華務部也太不用功了 現在 一個億倍金 我們總數 我們現在編的是一千八百六 六十三萬兩千塊 去年編多少 一樣的 跟去年一樣 去年執行了多少 執行了多少 執行多少 我跟委員報告到 八月 到九月 執行多少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 不要那麼雜 結果有拿到 不要那麼亂了 跟委員報告 我們 今年 九十八年的預算 還不夠三千萬 我不是在問你這個問題嗎 你去年編了一千多萬 也預備了一千多萬 結果花了多少 好 我們同仁現在在查 是不是等一下跟委員報告 好不好 要了自信什麼都沒有 我跟你說 看獎金怎麼花 我剛剛說的那個 如果說 我檢舉了 某一個人 他被起訴 然後被判罪 我可以拿多少錢 那你算數多少 保護部長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年一到八月 合花的 湯屋的獎金是一千零二十六萬 喔 那也不錯啊 那到底是 我檢舉一個案子 到底是 拿多少錢 這個我們請 我們政控司司長來說明 這個獎金的 發給 依照檢舉案件的程度不同 如果案件有了超過 十年啦 那你花的獎金 他有的是三百萬年以內 如果是案件 檢舉的是這個 是鄉政長 因為階級的不同 成績不一樣 對對對 那所以 如果中央部會的啦 中央部會 中央公務人員啦 平均 我們不要談個案啦 平均 一個檢舉案 發獎金多少錢 平均一個檢舉案是三百萬年以下 平均多少啦 十塊錢也是三百萬年以下啊 對不對 平均多少嘛 那個數字也沒有 那我是要怎麼減肥啦 你如果說我減肥總長才得十塊錢的獎金 那我怎麼會去檢舉咧 對不對 那個那個那個請 那平均一個案子 來來來來來 請業務單位 快進行 這個最詳細的應該是在 快進行單位嘛 連這個基本的這個 你們快進行單位 裡面應該應該 不清楚 我們查清楚再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偷偷告訴我 因為我要檢舉很多人 好啦 你為呢 明年要選市長沒有錢 那剛好拿這一筆還當進行輕微 因為你檢舉越多 我花出去的獎金要越多 所以拜託委員不要刪 好啦 不是不要刪啦 你不要常常把我搭水過來 沒有啦 你這個地方喔 我問幾個問題 你怎麼搞不懂 那個部長